我们现在开始来腌制一下鱼头 加入约两勺的花雕酒 还有大约三勺蚝油 这个蚝油给多一点 还有两勺生抽 还有一勺胡椒粉去腥 再来两勺生粉 再加入半勺盐 最后加入一勺食用油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剥好的蒜头 然后再准备几个洋葱 把它对半切开 再来切点姜粒 刷锅里面先加入多一点的花生油 油温热了之后呢 把准备好的蒜头姜小洋葱放进来 中火把它们烂炒爆香 烤出香味了就可以来把鱼头铺在这上面 记得盖上盖条中火焗7分钟 现在就闻得到很香的味道了 这个鱼头焗了有7分钟 现在给它撒上一些青红椒 盖上盖再焗3分钟 时间到 我们的砂锅焗鱼头就做好了 再撒上点香葱跟香菜就可以看吃了 这个砂锅焗鱼头酱的做法呢 做出来鱼肉很散发 然后呢也很咸香 做法又简单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这就是这个砂锅焗鱼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